對 雖然那麼紅呢 但是我的好朋友費玉琴 一次也沒看過 唉 說來真是慘愧 是什麼慘愧 這是為什麼 因為忙著賺錢嗎 他說費玉琴時間 都是錢掉下來的時間對不對 所以沒有時間去看藝術 那時候我心裡面就有覺得 就有感覺想說 萬一我太太碰到費玉琴的話 會不會就被她給追走了 誠心有一度我幫你假想 這個所謂的情敵 假想 這樣子 我體力沒力 你說追的體力 雖然說是這個 難道無短必有意 你在說哪些題嗎 看到你的頻道做戶外節目 是 戶外節目有它的這個 什麼樣的感覺跟乾苦 戶外節目就是好像說 處理時間很久 很長這樣 有的時候拍個日出 也要等到天亮 拍日出要等到天亮 那是沒關係 等到了還沒關係 有時候等到天亮 還那天陰天看不到 對 吃了時間 有時候你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從阿里山 這個地方爬到那個地方去對不對 那個拍差不多只有三四分鐘的路程 出一個就過去了 出一個就過去 其實今天差不多要半天了 你看看 這個腳層還要走很遠 看我現在腳越來越大塊 你看 我剛才介紹什麼 吃什麼假托鬼這個 口福就不錯了 山豬肉這個 炒得很淺糖出來吃 這樣燙燙燙這樣 有時候吃了那個糖的時候 什麼豐勇的 有 多厲害 像我們… 還有一邊 吃飛鼠腸 什麼 飛鼠腸 飛鼠的腸子 有人吃這個東西而已 因為 比如說我們一般人的飲食習慣 怎麼不吃 但是就是說在我們原住民 他們認為那是一道美食 還是很不容易才拿出來 招待朋友的 真的 拿的時候很好吃 你說你吃看看 吃看看 北斗水扑起來 我一層起來 你吃看看 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等一下要把它剪出來 綠色的 綠色的 有的小派一半黃黃綠綠的 我一隻好心扑到一盤的 那也是好意 也是好意 問一下導遊開始扑 你說那很英勇 不過也常遍了很多東西 欣喜古怪的 美味 有一種味道 是 除了看你這個戶外節目 常在看到 還有這個 轉戰到這個戲劇這個方面去 沒辦法 難道這個 接了戲劇會 真的也很少聽到王中平的歌曲 難道就 就接了戲劇就放棄這個唱歌了嗎 我是不想放棄 但是我怕觀眾放棄我 謝謝 因為最近唱片的時候 我們比較愛做 對 盜版也多 燒錄器也多 對… 又不景氣 真的 我們的小孩都愛吃耶 小孩每天開口都要吃 我有一個小孩了嘛 對…很可愛 很可愛 長得還真好 剛剛帶來棚內看了一下 可以拍這個什麼 英文方面用品的廣告 真的很可愛 如果說他能夠幫我分擔一點的話 我就不用去爬那個高山 不用去吃什麼東西 對 說到這個唱片 覺得大概是工作忙碌的關係 暫時先擱置一下 現在是這樣 那麼這個演戲方面 這個偶爾看看 雖然演相圖戲 也免不了 有時候輕輕熱熱有沛隊 對啦 甚至於跟陸主 把他都在問成長 也有時候配合劇情的需要 是… 那另外一半 會不會有一點說話痠痠 還是… 這個時候就好技巧了 這個就是拍回去 第一個 要有三部政策 這還有好幾部 拍回去不跟他講 不提人 然後看電視的時候 遇到那一幕趕快轉開 不看 免得這個心裡請歌答 第三個 如果真的他不小心 又看到的時候 還有一招 還有一招 就是說 不承認就說我都沒碰到 這樣子 我又是在棉被裡面 對啊 其實那個棉被裡面 其實只是我們手 在那邊動一動 腳踢一踢這樣子 只是製造一點吹風人 吹風是怎樣 這還有三部政策 沒有 其實你這個人就看得出來 真老實的這個紅色對不對 太太其實對你也滿放心的 也對啦 其實我覺得 老婆結婚就是要互量嘛 互信嘛 小孩子都生了嘛 對 現在都以小孩子為重 聽說是不是有第二個消息了 現在還沒有咧 還在努力 對 還在努力 真的 你們的這個 剛剛看到那個小孩子 像你也好 像他也好 梅雨之間 你們這個非常的這個 怎麼看得還聰明伶俐 這種的小孩可以假的 蠻聰明的 我就覺得 很奇怪 尤其是剛才呢 我們那個何茵小姐就說 長得很白耶 我就開始懷疑了 我長這麼黑 是不是格代遺傳 就是這樣 我以為是懷疑自己 住了村莊 有沒有外國人來教書 對不對 外國人 他好像滾起來 他真的有點像混血兒 你太太皮膚白嘛 所以簡直衝我 我就真的覺得像混血兒 我剛才開始 因為外國小孩就這樣 對不對 這是我的孩子 不過證明是我的小孩了 他的腳底板也很厚 跟我滿像的 這點是父子都很像 這個假的是男的來講 他的雄性各種特徵 都應該都是像 從父親這邊這個 雄性 像這個是女兒 各方面都是像男性 這是一定的 所以這方面像我就是 好 有檢查過嗎 對 這絕對性的 是 真的是 而且長大還會變來變去 現在看有的時候 像太太 過一下長大又像爸爸了 有的時候 現在還不太像就是 說到這個結婚以後 這個人真的算是五指登科了 小孩子 他的五指是哪五指 考考你 腦筋急轉彎一下 五指 小孩子 小孩子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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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車子 車子 銀子 銀子 妻子 對… 滿厲害的 對啊 還考不倒他了 小哥這個很簡單好不好 東北友三寶 這個… 人生貂皮烏拉草 是 這是很老的笑話 也是幾爪彎 是… 東北友三寶 滿會的嘛 東北友三寶 我死人都知道那三寶 人生貂皮烏拉草 男人有三寶 這是老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這是老笑話 男人有哪三寶 這老笑話你還不曉得 香腸貢丸一堆草 女人有三寶 女… 女人也有寶 有寶 什麼寶 珍珠干貝 含羞草 你是在哭嗎 這是老笑話 你聽不懂 沒想到你打破了 要那麼久了 含羞草是什麼意思 沒有… 等一下 沒有沒有含羞草 沒有 怎麼不能讓我 來上節目 不明不白的回去 總要學一點是吧 含羞草 這就該說了 差不多15歲以後 不然這樣子 這麼多人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待會兒下去的時候 跟我講 待會兒這樣子 我以為 所以這個人 浪靜… 這些笑話 都差不多 半年前流行過的 你現在怎麼不知道 最近都在深山林 我跟你講 要拍戶外的這個節目 常常很少接觸 不過在Pub裡面 你們有的時候 在調劑氣氛的時候 你也會要有一點 偶爾馬上 要貢獻一兩個笑話 Pub會比較少唱 因為以前唱民歌餐廳 後來現在唱比較多 就是廟會 聽說這個 邀請你上節目的時候 就是喜歡選一首老歌 對 他們這個小朋友們就說 費玉琳喜歡聽聽老歌 想要告訴你 安排這首歌 讓我聽到很感謝 謝謝 謝謝 所以你這麼熱情 來到節目中 還要這麼注意到主持人的口感 我覺得這個人 我就出一個題目來考考你 我就覺得你這個人 反應稍微慢了一點 小哥… 那個人真的好兇得氣 你這樣說說 我本來想說 你要拿一個紅包出來 好像紅包餅的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拿一個眼睛出來 還要考考我 紅包那是死的不用說 那個考考就刺激一下 腦筋急轉彎一下 好 很簡單 就是要這樣平常磨臉 將來才會靈活一點 萬一何音他不會 你們也幫幫忙 樂隊先生幫忙 沒關係 老師 你們都不用講 我昨天我今天在這裡 一定要想出來 這麼簡單 這是成語的問題 成語你學的也不少 對不對 對… 學歷還滿高的 女人生孩子 來猜一句成語 女人生孩子 何音講話我聽到 什麼 九死一生 錯 女人生孩子 什麼… 老師 你們都搖頭 真的跟名字在中等 都… 女人生孩子 深深不息 非常痛苦 錯 深深不息 錯 簡單的 女人生孩子 天經地義 錯 也不錯 天經地義的 什麼 瓜熟自落 錯 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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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的 逼出了好幾句成語 聽到要試 我知道 因為生孩子很痛苦 痛不欲生 痛不欲生 錯 人是滿厲害的 第五句成語 書還真的讀了不少 莊敬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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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莊敬志強 不是說這樣 台語現在說得多 現場工作人員眼神都滿徬徨 這麼簡單 看來還是我出題目的人厲害 女人生孩子很簡單 一句成語嘛 血口噴人 所以不是我告訴你 你還聰明年的時候 還好幾年的光景才會聰明一點 但是不簡單說五人的成語了 我們又沒有進去看 我們怎麼知道是血口 對… 是財賢 說到極爪彎 有沒有長眼前唱BUB也有很多極爪彎 對不對 比我年輕的十幾歲 一定有很多 有沒有坊間跟同事聊聊一些極爪彎 我也給你扣 沒關係 我記得 我背得最近的一個極爪彎 好 來… 地上面有一千塊 小明為什麼不剪 一看就是玩具錢嘛 不要剪 不是 真錢 真錢 是… 是真的錢喔 是旁邊有警察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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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教得好 所以現在前輩要去剪 老師也教得很不好 地上一千塊 明明真的為什麼不剪 是真的 小明為什麼不剪 為什麼不剪 為什麼不剪 小明腿受傷不能彎下來 不是 錯 也錯 小明腿好好的跑得很快 為什麼有一千塊不剪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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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正好 腳膜眼 發炎包起來 看不到 小明是一隻狗 真像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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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去這些幾種 我也是太整人的 刻 audience 這個邀 cars 就愁不愉快 摸到有的不愉快 大概滿好玩的一個文化 沒有 不過這個偶爾來學習這個小小的 小小的笑話幽默一下 不管在吃飯的時候 同學會聊聊天 同事跟之後 自己就互相來烤一烤 滿好玩 我回去就可以跟我兒子說 你是血國分下的場ater 好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中 給我們帶來這麼多首歌 有老歌 有自己的招牌歌 接下來還有英文歌 對 以前我在民歌餐廳唱歌的時候 總要學一些這些 對 學一些這樣子 英文的發音 我剛剛看他你發音也滿清楚的 很仔細 而且標準 就是用我的那個注音符號 再加上一些國字 我來靠一下 這樣就沒結束了 但是嘴型發音還咬得很準 當初我其實在民歌餐廳 還有一些 還有日本朋友來點歌 他們還在舊日本歌 不用唱 要怎麼辦 我就跟他講說 那真的要英文 自從南京大福祭以後 我就不唱日文歌 老天媽想給你哭泣 人給他刮燥 我會過來餐廳結束的感覺 血口噴人們 是不是 那種豪邁的感覺 比以前還要好 我想可能跟體型有點關係 開始中寬的 現在那個中寬 在我保養喉嚨的感覺當中 我就覺得平常很少用的喉嚨 這也代表你可能居家很少吵架 我們吵架不用 我們不用吵架 我們只是用T的 有的時候我們喉嚨極高 你家裡排個槓 發現第二天錄影 糟了喉嚨就 你今天聲音格外的乾淨 今天格外乾淨 平常很髒嗎 聲音好乾淨 突然覺得我的歌很作作 老是在那邊講就唱功轉音 不不不 我們這樣講 很老氣 不不不不 我跟你講你這樣說的話 這樣好說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你的這個聲音是在殿堂裡面 在國家劇院 好不好 我這個聲音是應該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山林之中 空谷傳聲 我也不敢講空谷傳聲 至少是閒雲野鶴 在那邊邊飛邊吹 對 人家喜歡的還真好 是真的 閒雲野鶴就說我沒什麼事做 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 石孝榮 這個在民歌時代 給我們印象中留下這麼多的 這個好聽的旋律 對 不敢當 這個後來呢 我們最早講的是 你是歌手的身份 對 對 歌手 但是後來呢 你其他的這種跑道的 這種表現也不錯 像你的電影我們也常看 到現在還在重播呢 不名譽了 真的不名譽了 常常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中 你那個時代的歌曲 這個 剛才說你唱紅了很多 可以從你今天這種歌唱節目裡 從你身上得到好多的回憶 我好喜歡這個節目 真的是 真的 真的 因為現在 平常你講 這個歌唱節目不多啦 不多啦 對啊 去幫你玩遊戲 對 要不然就爽阿寶 對我們來講 這樣的年紀 這樣的體型 你說他們跟人家蹦蹦跳跳 對不對 那也真的不好看 不用舞之地 對啊 也沒有舞可以用 對一些什麼益智節目 還可以得到高額獎金 你有沒有參加過 一直是這樣子 我想說現在 第兩三關就對淘汰 不是 我想說現在景氣不太好 這個獎金讓別人去安家用 緊張 不過他們的體驗會不會真的也很好 對啊 我知道 沒有請我都不敢去 我怕第一關就下來 真的 顏面無光 其實我常常在家裡面這樣 人家在那邊的時候 我在家裡面這樣坐倒 你自己跟人一起走 我跟人一起走 其實我那個家裡面的人 一直鼓勵我出來 所以你差不多可以過幾關 差不多 至少拿個前面兩關 沒問題 比我多一個 不是 兩天的生活會有 是 是 是 有一首歌就是 然後有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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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拜訪春天》 哦 拜訪春天是 哇 那要說有一點原始風格的那種歌曲 你還是算那個時候是第一人 好像是這樣 我們在聽那個歌流行的時候就覺得 哎 彷彿透露另外一種 有一種風俗 以及這種地方性的一種特色 就是在裡面 就是那個《拜訪春天》 今天活了滿多年沒出片了 其實我好像應該有十年還是十一年沒有出片 你看看這麼好的聲音 怎麼能在智賢呢 沒有啦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江三代有賢人出 然後呢 現在的這個 其實也有很多的新人 我覺得他們的條件 不管是外型啦 肢體啊 唱歌的那個 講個不客氣一點的話 說我們唱得好 別人也不見得唱得差嘛 當然還有可見的 連我們這個 除了我們的熱誠 對音樂的熱愛 彷彿在這個商品上 也是這個太舊換新啊 我們也是好像一個棋子一樣 這講真的啦 我其實是會有這樣一個感覺 這個整個的唱片市場是一個循環 現在來講 我真的 我在這邊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 很多人出老歌最近 有這麼一個窩蜂 對 不管是唱哪一種老歌 甚至於說這個西洋老歌什麼都有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 有兩個人不唱是很可惜的 哎呦 是 第一個 對不起 我先自誇一點 是我自己 就是把過去的一些名歌 拿出來再唱的話 應該還有一些人會有一點印象 有回味嘛 對 這個是我感覺 我這個比較不客氣的講 這個賣點 另外一位 那當然就是小哥 而且我啊 對 其實我真的要這樣講 因為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小哥是我太太的歌 我這個是 這個是我太太是你的歌迷 不是 真的啊 她也從小就聽我唱了 不是 從小也聽我唱 我太太那時候跟我講 我那時候在追她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其實我最喜歡聽兩個人唱歌 一個是詩笑容你 一個是非玉清 所以那時候我心裡面就有覺得 就很想說 萬一我太太碰到非玉清的話 會不會就被她給追走了 曾經有一度我幫你假想 這個所謂的情敵 假想這樣子 我體力沒力 你說追的卡力沒力 雖然說是這個 難道無短必有意 你在說哪些情敵呢 是不是 這個真是太恭維了 回去謝謝你的另外一半 把我的歌聲評價得這麼高 不過也可以看得出 事實上說 雖然我們兩個的這個 歌唱的方法 甚至於音色 好像是這個不太一樣 但是呢 還都能夠讓人家覺得 至少他們會喜歡 像你講的 我們有這樣的喉嚨 跟那個時代的這麼多資料 真的可以做一些精選的東西 對對對 不然給後面的人留下來 很可惜 曾經流行過 就像真的淡忘光 對 就要靠我們這些人編創 對 而且你想 過去的這個 我們聲音保存的方式 是什麼卡帶啊什麼 那些Analog的東西會失真 越來越保留 對 那現在我們Digital的東西 保存聲音都不會失真嘛 這次在座可以永久 對對對 所以像你這個 這個嗓子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有人要研究愛因斯坦的腦筋 也許以後啊 當您這個以後啊 有沒有人會要研究你的嗓子 是 是不是 不過我是比較吸引中藥人 而且因為他在唱老歌 也不會喔 現在殯儀館公會常在跟我接唱 所以我能跟他同意 放我的照片 做一些紙的CD 還可以燒掉一份多數的事 這件事我聽完以後 我心裡想我要自己做 哪裏沒給他做 這個市場太大了 這個當老舟 說到哪裡去 不過說來也滿奇妙的 這怎麼講 這個藝人能像你這樣 贊了今天的 我們還有機會在綜藝節目中 聊聊說說 這個算是滿耐跑的藝人 沒有 我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一直覺得說 不管自己是不是一直在目前 那有的時候目前做一做 有的時候幕後做一做 有時候電影拍一拍 有的時候這個 甚至於說 這個什麼綜藝節目去上一上 上當評審 我想 對我的一個感覺 我想就像一個海綿一樣 你不斷地在這邊吸一點 這邊吸一點 終究你是從事藝術工作 或者表演工作 海綿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一直在這個地方 你只會這個 對不對 海綿又怎麼了 也可以形容這隔夜的吸收 這個超量衛生物 所以我跟妳講 像小哥的這個反應 這麼機智的話 你實在不能 不能只在這邊主持 唉 真是的 對不對 我這個笑容有一點 那你馬上就想到歪的事 我是腦筋就是太快 三腦筋 真是 再加上你那個臉 我不歪也難 是 唉 說了說了還要唱歌了 對 大家帶來一個拜訪春天 對 拜訪春天 那接下來這個歌呢 因為我平常比較少唱西洋歌曲 對 那真的很難得 那我其實 我剛剛講說人的這個學習過程當中 你會一直有這個模仿的對象 我以前一直 最早喜歡模仿羅伯 羅伯 羅伯 後來喜歡貓王 貓王 曾經一度也喜歡模仿你 後來覺得不像了 乾脆還是做自己好了 這次教練家裡的信仰是主耶穌 我是基督徒 對 說說看一下 我們這個信仰中 他有的人說這是成群絕對的活動 那可能是看的是外形 那我們真正一個希望找到依靠的人 他進到我們靈魂裡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生活理系像你講的 有這麼多衣食住行煩惱跟願望 怎麼樣來使他給我們力量 我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說 你們有願望是什麼 神不能說滿足你的願望 對對對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一直想要得到一個什麼 就是你所看到 我打個小比方來講 像我現在我是當父親的人 我有孩子 那孩子一直跟我吵著說 爸爸我吃飯的時候 我還要再玩玩具 那這明明是不對的 可是在他的觀念裡面 他一定不知道這是不對的 那我們人常常想要去做一些東西 事實上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那當我們在做這個要求的事實上 你可以比照 就好像我們吃飯的時候 想要拿玩具一樣 那也許在這當中 神不給你這樣的東西 你要求這個他不給你 求那個不給你 你在這個時候 你如果怨恨的話 你如果覺得懷疑的話 就跟因為你這樣不同意小孩子 小孩子就懷疑你是不是他爸爸 這怎麼說 你看我這個官司要不要來求主要說 不過說一句 講到這個官司我就有話說 他真的有話說 也可以求啊 確實 可真的可以 真是的 但是這個不是去求說我打贏 或者打輸 而是說你跟你的對頭 還在路上的時候 趕緊與他和諧 要釋放 對對對 你不要怨恨他 對 你不要怨恨他 因為其實我過去有得罪過人 真的啊 也是不經意的時候 我也有得罪過人 結果後來我是主動打電話給他說 請你赦免我 我告訴你 現在如果你去跟他講說 請你寬恕我 對方會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對我 然後兩個人之間 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情形 我們中國人講說 身手不打笑臉人 一定的吧 法官就問啊 對啊 法官是你那天出庭 法官有問 法官說 張先生 那你是什麼心態 這個人也在現場 我說 我就之前去 我就有看了聖經 有請教一個教友 是 我說你要釋放 我說是真的 我一點也不怨恨他 人跟人吵吵架嘛 這個也沒什麼深仇大恨 其實現在 該受傷害的 也有都撫平了 隨著時間我也慢慢淡忘 我一點也不計較 然後法官說很好 那這位先生 您還要告嗎 他說 我還要告 現在這次怎麼辦呢 現在這次 不好意思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法官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事情 請 其實你不能剛才說 你有朋友嗎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基督徒的力量的來源 是在禱告 哦 這樣子 那我還得發動全世界 可以啊 那他勞私動作 你心很合理 我跟你講 我這個不是在做實驗 會有力量的 你看看那個力量 來的那個力量 絕對是很大的 不過對方好像姓道教 這怎麼辦 無所謂啊 無所謂啊 歡迎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見 歡迎 歡迎你來到我們節目中 真是讓我們很出其不意 他在這首禁歌裡面來的 跟觀眾來的接觸的時候 欣賞到你歌聲的一種境界跟氣質 謝謝 太好了 其實唱這些經典的老歌 有一種最過癮的地方你知道 就是 可以隨著我們的人生的歷練 我們的歲月的成長 讓你會覺得同樣一首歌 現在我去唱它 我不會覺得我在唱歌 我覺得好像在講話 就是怎麼說這個 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 就是這些感覺 跟年輕的時候 唱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 哎呀 真棒 所以唱這種歌是很過癮的 雖然不完美 剛剛還有那種感覺不完美 不會 不會 很有感情 是啊 我跟你也好久沒見 還住在... 這... 好 跳過 跳過 哈哈哈哈 然後就要換地方了 好不好 好好好 那個地方我覺得挺有意思 不是 我覺得好好玩 以前去你家拜訪的時候 你還介紹過我那些地方的 好吃的 甚至於耳鼻喉咳的醫生 我到現在還是在那兒報到 是嗎 有這方面的問題 還是在那一家 我也是還是那一家 小安耳鼻喉咳嘛 哈哈哈哈 今天是... 小安耳鼻喉咳 都有給你一些宣傳費是嗎 哈哈哈哈 不能直接講 就是... 哈哈 哈哈 你還是跟以前一樣 謝謝 完全沒改變 這是好久不見 但是我常常聽到你的消息 是嗎 對 你不輕易地露面 不輕易地出擊 但是每次都給我們聽到 都是一些捷報 太好了 像什麼呢 讓我那個... 陶醉一下我的成績 豐功偉業 像你的這個舞台劇演的 你看 演到了海外去 然後又一再地又紅回來 對 等等這些 對 雖然那麼紅呢 但是我的好朋友 費玉琳一次也沒看過 唉 算了 真是慘愧 什麼慘愧 我一直覺得... 因為忙著賺錢嗎 他說費玉琳時間 都是錢掉下來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沒有時間去看藝術 不過說真的 我就覺得被這藝術兩個字 給陷在腦海中 我是覺得去那裡 萬一出來 大家在交談的時候 我不懂真正裡面的神髓 那不是很糗 我告訴你 其實應該訓練是嗎 不是 什麼訓練 那種就不叫藝術了 怎麼還要人改變一個呼吸 好像裝得很高 上才會看懂 亂改這種就不是藝術 藝術呢 就像你剛剛講的 很高雅 可是很親切 所以我做的是這種事情 就是放鬆去接受 對 而且很容易就看懂了 而且你會感動 我演的這個歌舞劇 讓你有笑有淚 不是有負擔的 是 是 所以我總覺得這個怎麼講 每天一年四季 藝人們像我們來講 就是普通的過的生活 都覺得有點乏味 當然常常在報章雜誌也看到 蔡琴最近有什麼動向 在磨練一些什麼樣的一個劇情 以及出唱片等等的這種 這些戲活 但是有時候看你正式在推出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訊息是一連串的來 或者是枯燥 或者是學習 因為我覺得這些過程都是為了要達到最後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們還是應該 不然的話我們會一直在重複一樣的日子 就是很無聊嘛 真的 真的 這個我在她家裡也是看到 擺滿了書籍各方面 而且該所學的一些最新的東西 你通通沒有落掉 生活裡相當的飽滿過的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閒不下來的人 我覺得過一段時間 如果我沒有增加什麼新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 虛度了 對 對 而且會很害怕 所以我就是到了一個時間 我就自然而然想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 本身就是這樣 這個信念中就有孜孜不倦的這種心態 真的不太容易 我這回去了大陸 但是那個地方 地方太大了 但是看到你的新聞 真的嗎 蔡琴在這兒的演出轟動 天使不夜城 Yeah 哇 我看當然很難 真想去獻一束花 可是地方太大了 我知道你 但是感覺到 哎呀 我們台灣的演藝人員在這兒這麼受歡迎 真的太棒 說說看 這樣那裡的感覺 跟他們合作等等 這些一點點滴滴 其實天使不夜城 在今年這個2001年 已經是我演第二次了 第二次 我覺得第一次的時候是98年 三年前 那個時候呢 就是一股傻勁啊 就是覺得說 我想去做一個歌舞劇的演員 你知道歌舞劇是 對我們歌手來講是最高的挑戰 因為你要又唱又跳又演 還要演 對 還要演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 每一個歌手都可以做得到的 有些歌手他唱得很棒 可是他不會演 對 有些演員他是演得很棒 可是他不能唱 哎呀這個糟糕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來就是一個 歌舞劇的觀眾 是 在台下看台上那種 有些那個才華洋溢的時候 你會很羨慕 然後覺得很過癮 所以我就想說 我就比較笨 我就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 我去試試看我可不可以做 結果98年的時候呢 我成功了 我做了 做了演了21場在台灣 整個巡迴 然後沒有想到呢 三年後的這個21世紀的 這個真的 2001年的時候 我們 也是有這個命啦 就是說 跟中國大陸那邊 這麼客氣 聯絡呢 結果他們對我們這個非常有興趣 本來他們是 想要考慮我的個人演唱會 就在聊天中間呢 我就說 最近我做了一個歌舞劇 他們說什麼叫歌舞劇 他們認為的歌舞劇 還是那種 就是 有點樣板戲那種 不是啦 大腿舞的 就是 有歌有舞 他們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不曉得是 百老會的歌舞劇是什麼 所以他們也有興趣 但當我告訴他們一些資料的時候 他們說 那這樣我們要這個 那就來試試看 就試試看 結果沒有想到 我們就唱了 北京 杭州 上海 然後每一個地方的觀眾都不一樣 那麼這個 大陸的巡迴完了以後呢 我剛剛才完成了台灣的巡迴 台灣的巡迴 那正式怎麼講 魔拳擦長很熟練 很太好 我已經演了50場了 到現在已經演了50場了 成績真好 那我覺得這個歌舞劇 給我帶來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你有戲劇的訓練 你知道我們唱歌 其實歌詞就等於是我們的劇本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你只是站在那邊 把你的聲音表現歌曲 而沒有戲劇的成分的時候 會變成唸一首歌 對…就少了什麼 那你收回戲劇的訓練以後 好奇怪 你唱歌 像我以前 我不敢那樣唱情人的眼淚 我會覺得 就是有一點不同的感覺 因為什麼都不準 或者不完美 沒拉滿 那個不重要了 對 我現在會覺得 你把那個情緒表達出來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對唱歌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我們唱歌的這個經驗呢 用在這個舞台上的時候 也有很大的幫助 其他的演員 他們要受的訓練 我也跟著受訓練 那麼告訴你一個很好玩 就是整個劇團裡面 我最老 這樣子 唉唷 真的 所以我受了很多的苦 話比說 我們暖身的時候 一來就是 全場先來兩百個仰臥起座 這是我們暖身的 體能要給他訓練好 對 一定要訓練 因為身體很熱 是表演之前很重要的一個準備 暖身這個事情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唱歌 我來錄節目 我根本不會想到暖身這件事情 剛才呢 他們說 蔡姐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一定要到旁邊去 不能給你們看 因為暖身的動作很難看 可是必須 因為把你們每個關節都暖了 很熱 你再來唱歌 這也是學到了一個 放鬆了 唱得比較投入 而且比較自然 是是是 好 那我再講回來 就是說 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跟他們合作 很好玩 因為他們都是一群其實程度很高的年輕人 但是相處起來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 你叫做歌星蔡琴 你已經很有名了 第二個就是你一來呢 你沒有什麼根基你就當女主角 所以就是說 我相信在他們的心裡 還是造成某種距離感 變成說要接觸以後 有沒有那個幸福 幸福跟福氣 對 沒錯 這個時候要開始接觸了 對 OK 我就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 可能就是年紀也有一點關係 知名度也有一點關係 還有就是說 大家都一樣那麼辛苦 可是你是最醒目的 心裡也不舒服 對 那所以呢 平常呢 如果我不去找他們講話 他們不會主動來找我講話 你分析得很對 對 真的啊 這是人性嘛 周遭的人會這樣子 於是呢 那我就很自愛的 而且必須多付出一點主動的感情 多主動 有一次就這樣 有一次呢 我們化好妝 戴完假髮 我們戴了那個假睫毛跟雨刷一樣 因為在毯上就要很濃 好 都弄完了 完了以後呢 我就去逛一逛 串門子啊 看看那些 每個化妝間走走 對 走走 那就走到男生的化妝間了 好 一共有兩個男生在那個化妝間 一個呢 是比較老實的 一個是比較活潑的 那個老實的那個在掃地 那個活潑的呢 在看書 那我就進去呢 跟他們聊天 這個 一開口呢 就問了一個很笨的問題 你現在是假裝是那兩個男生嗎 我就這樣走 走過來說 主要有一個話頭 有一個話頭 話頭也算是很刺激 刺激的話頭 您是怎麼說的 我是說 誒 你們老實跟我講 我在你們眼中 到底是不是只不過是一個歐巴桑 哎呦 那這是 其實話其實蠻過癮的 他怎麼接呢 對不對 因為要答呢 就要答真話啊 對不對 不管你答不答 你表情都告訴我啦 好 那就發生兩件事 對… 那個掃地的那個呢 就繼續很努力的在掃地耶 沒有回答我 可是這個時候沒有回音 也代表也滿尷尬的啦 就是一種回音嘛 就你是嘛 那就好多說 只是我不好意思跟你講 那現在所有的責任呢 就落在那個沒有回答的 另外那個比較活潑在看書的人 因為這個人已經用他的語言 身體語言告訴你 你是的 不要再問我 對不對 他不回答我們就會想要想 不回答我們就是一種語言嘛 好 他沒有回答 那我就看另外一個了 另外一個 剩下另外一個比較倒楣的人 負責負起所有的責任對不對 他在看書 要接槍啊 要接槍 那麼我也很不思想 也算是有勇氣的 就盯準他 就走到他面前 他在看書啊 他又發現旁邊這個女的沒有放棄 好像要一個答案 要一個答案 對不對 他責任很大 是 否則這個女的也不出去嘛 對不對 於是這個男生很棒 很幽默 這就是我告訴你這些年輕人的程度 他把書啊 他深呼吸一口 好吧 意思就是好吧 既然你要知道答案 那就不要怪我了 對不對 書一放 椅子換一個角度 面對著我 你是蔡琴的 我是她 上下打亮你一下 還打亮一下 因為要給你答案 他有負責任 打亮你一下 蔡姐 就算是歐巴桑 你能夠做其中的極品 應該覺得很高興 哇 這是不是 不棒 這個年輕人不會答案 我覺得他答的真的是 你知道 我被人家說歐巴桑 不說還是其中的極品以後 我那天很滿足 你知道 這個問題我再也不會問了 是 我再也不用問了 因為我現在是歐巴桑中的極品 就是一種榮耀 是 其實我們要去學這個歌舞劇 等於是一個新的功夫 並不容易 是 我覺得我還滿可以稱讚我自己一點 就是 我呢 完全把自己歸零 就當作什麼都不會 就是來吸收的 就是來吸收 我跟導演說 請你不要用六十分來要求我 你不要說 哎呀 一個唱歌的能夠演這樣 已經不錯了 來配合就不錯了 不要這樣想 我不要這樣子 如果要來做 我就要做成一個真正的演員 所以請你用演員的要求來要求我 所以你根本就是完全敞開胸懷 就準備來 從零開始 什麼都跟人家一起學 不過體力真的是比人家差太多了 所以我要非常非常的勤能捕捉 是 所以蔡芹講了 就是她嚴世心聲 她這個人做事就是這樣 不會放鬆自己 包括我剛剛看前面你在唱歌 照了你一些照片 哎呀 有好多資料 你自己收集的好權 就感覺到你對自己演繹的這份工作 每一個階段都有做一些收集 是嗎 那都是我妹妹幫我做的 沒有 妹妹是個好幫手 我妹妹很棒 我想有的時候 我們自己表演者很可憐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一直在表演一直在表演 什麼時候我們會想到說 特別為我們自己留過什麼 你有很多你的表演的照片嗎 沒有吧 就感覺到 我就覺得 哎呀 你看連這些照片 如果你信手就給它丟掉了 這是找不出來 就沒有了 每一個唱片的封套 讓我們今天在螢光幕裡才看得出你的變化 當然 有很多 對不對 以前的艾綑諾夫人時代的那種打扮 對 對 還可以看到在那些裝扮中當時的流行 好恐怖 當時的化妝法 對 我覺得越活越自在的一個最快樂的地方就是 我現在在看看以前我覺得 很棒 我可以不要這麼依賴一些裝飾品 好像越來越有信心你知道 就是說 我們人是什麼樣子 我今天是什麼樣子 我應該表現我這個人的氣質 而不是靠那些 那些 唱得好投入 這個歌也相當的優美 至今來講 這個有好音響的人 如果沒收到他這張專輯的歌曲 後來他精選集 那真的是 音響都是無法發揮出來 這個專輯不好收 很難唱是吧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說要收到這個專輯 還不容易了呢 對 因為我 就是 之前的 最早先的公司 幫我出過四張唱片 但是 他後來已經 就是不了了之了 轉 應該怎麼說 合併是吧 對 有的時候就變得無中無隱 要再找到的Mark不容易了 不容易 但是這個 因為這首歌 一直到奠定的歌壇至今的 在人們心目中的一種 覺得唯美跟美聲 跟一種唱歌 沙沙啞啞的 但是唱出來的歌 卻是 怎麼講 可以可以如棄如樹 也可以這樣形容你的歌曲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唱歌很像氣功 對不對 他就是 他沒有氣 沒有斷掉 但是音還在那邊 對 帶帶一絲一絲 到那邊 又開始 對 然後我覺得自己唱的人 也很舒服 感覺很好 是 就想請教你 有沒有受過 在學生時代 就可能很早就有這種 聲樂訓練吧 有 而且更早一點的時候 因為我小的時候 真的很愛唱歌 我大概 差不多不到兩歲 因為我媽媽她 我常常不睡覺 就嬰兒的時候 然後她就會唱 耳歌給我聽 所以我還不會講話 或是還是才剛學會講話那段時間 就已經會唱很多很多耳歌 就常常交唱 對 對你一唱 你就記得 對 我就會記得 然後後來小學的時候 二年級開始 我就參加合唱團 那合唱團其實奠定了一點發聲的基礎 因為每一個禮拜要上兩次課 然後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所有的小朋友都要練習發聲 小哥有沒有練過發聲 這個我們可能 你有沒有練過 沒有 沒有 當然我們年齡還有一點差距 我們那個時候到 還沒有這麼注重唱遊客 當然也會擺一台風情在那邊 那當然那個時候唱的歌 就是耳歌 都可以不能 有的動作老師就要來 那時候就有 那招肥肌總有吧 有的動作 他出道有像有一些年份 現在年輕的人可能就講究包裝了 像什麼蔡依林 他們只要漂亮 Cue 可愛 像我們那個時候 都真的要有一點唱功 但女孩子比我小很多 對 但是這個基礎實在太好了 所以那個歌不是普通人 可以說沒有底子是唱不出來的 不過說真的 因為太喜歡唱歌 然後也喜歡好的歌曲 好的音樂 所以做很多的唱片的時候 因為後來我自己 幾乎我自己的唱片 都是自己參與製作 或者自己製作 那我就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我覺得好的歌要俊勇 就是曲子本身跟詞本身 都要是非常的好 然後這樣才值得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 把它錄音下來 然後把它壓成一張唱片 然後不會說半年一年以後 就覺得不想聽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應該蠻好的 真的是這個時下的唱片公司 他們就剛剛講 總統從新台幣 從這個營運上面去著手 像如果保留一些空間想法 也做一些這類的 那真的是沒有時間的這個間隔 那才是怎麼講 對時代來講 或者是好歌好曲 有一點交代 如果全部都在這種 就是在一年半年內 以這個唱片衝起來 最快的這幾個月裡面 以這樣來做出發 那是真的 很可惜 都是很口白話的東西 沒有內容 我想對觀眾朋友來講 真的很可惜 就是 尤其我覺得現在的很多的音樂 很多的流行歌曲吧 都比較沒有照顧到 大概30歲以上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每一段年齡的 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經歷 不同的歷練 不同的情感的時候 我們喜歡聽的東西 在講述的東西 能夠有共鳴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其實像妳講的 成熟的 已經在就業的人 下了班有的時候 其實很苦悶 所以變成大家好像 只能聽所謂的很老的老歌 因為好像那樣子 因為那些歌 真的能留到現在很俊勇 但是我真的好希望 讓更多人可以投入 然後寫出更好聽的東西 像我覺得 真正會聽歌的人 會聽抒情歌 因為它那個讓我們的心情 馬上就放慢下來 然後呢 你可以融合在詞曲中 可以閉上眼睛 你的思路可以隨著旋律起飛 就像妳接下來帶來這首歌 妳台語歌 想不到出的 台語歌到出的並不多 兩張 只有兩張 其中這一首相當的紅 就是要介紹給我們的 天上天定的鬼牛 對 又是有它那種獨特的那種 美聲聲樂唯美派的唱法 舒服 真的 哈哈 尤其妳後面那個假音 嗚嗚的 感覺好輕鬆喔 眼睛稍微閉一下就上去了 怎麼嗨的 其實小歌也有這樣的輕功 對不對 這一類的歌我都不太敢嘗試 只有傳歌的最後一句 哇 有用到妳剛剛那個唱法 好好聽 咦咦咦 那個地方 真音轉假音 說到妳們徐家姐妹啊 也是都很有音樂造詣的 妹妹林… 林錦穎 林錦穎 對不對 對 我們家的藝術細胞 有沒有這個淵源之父母啊 她們有沒有喜歡這個音樂的東西 應該有一點 也是有一點 對 因為我父親他最早期台灣 那時候剛開始有電視吧 他那時候算是有一個演唱的團體 叫天韻歌聲 非常久之前 天韻歌聲 對… 然後就是幾男幾女 然後他們唱很多的聖歌 聖歌 我都看到了 對… 那時候就陳沙莉他們 就是少女的時代 他們晶晶的李惠惠 常常演劉影山阿姨 嗨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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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現在猜我幾歲 其實你平常好低調喔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其實你的聲音真的好棒 真的嗎 對 我覺得您 您除了這個 這樣子的演唱的方式之外啊 如果說你可以 我覺得你也很適合唱無伴奏的東西 所以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可以歷練 平常說無伴奏的東西 可能是三男三女啊 或者是四個人啊 什麼的 練起來會非常好聽 除了低調還很單調 這樣好可惜喔 真的有時候可以跟你們 隨著你們一些活動啊 腳步跨出來 不然我以前常想 如果我有一些這種覺得自己生活 除了聲音的工作以外 還能使用的這樣 大概會像一些年長的 譬如說安養院啊 對 或者是一些療養院啊 對 我可以唱一些 就是唱那一類的 譬如說懷舊歌 讓一些長者 讓他們覺得很舒服 還可以去育幼院都可以 對 就把我們剛剛學的歌搬出來 像很多人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我們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天賦 然後就說有一個這樣的特色 好像變成我在說什麼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上天 我們要感謝上天 所以我常常覺得 要把歌聲 要把好聽的東西 要帶給一些不同的人 而且不是為了宣傳 也不是為了賺錢 就是 因為是上天給予的 所以應該要帶給大家 這真的是 我們生命中啊 這樣跟群眾生活在 這麼繁忙的社會裡 我們都忘了 總以為人生追求的 就是贏或是輸 不然就是追求的是富裕 還是說小康 或是不滿足 其實這都錯了 有的時候講到就是 我們怎麼發揮到 生命中的一些 可以用到的地方 對 我覺得尤其因為最近 好像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說 有說到現在經濟比較 好像比較不景氣 有點低潮 那很多人都在喊 可能失業了 那真的是希望各位朋友 在失業的時候 千萬 怎麼說 事實上我覺得 有時候一個轉進吧 會讓自己思考到 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會激發你的求生的本能 然後可以做一些 你過去沒有想到的事情 聽你的口吻 您是什麼腳 沒有 這不是 這是我自己生活的經驗 待會兒唱完了 下面還有一些不嫌棄的話 往那休息室裡 還有一些這個香片 喝茶 喝茶再來灌一看 好好 有空常來我們節目中 你的歌 你的歌其實今天這兩三首 其實很多好歌 從你嘴裡唱出來 格外的有特色 謝謝 久不見 好久不見了 真的 我也蠻想念小歌的 你好 你的聲音還是這麼的清脆 謝謝 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還是很清脆嗎 試試看 聽你的歌曲 我也講不出來 有一種無味雜成的感覺 真的嗎 這個除了你的歌 一樣保持你的水平 水平 讓我們聽得回味無窮之外 謝謝 也好像也有一點點那種 淡淡的那種 回憶到這個時光逝去的這麼快 這個歌回想起來都多少年了 這首歌距離現在 因為這民國72年嘛 17年了 17年前的歌 哇 那個時候 小孩都長大了 是 我記得那個時候 在我們流行的歌曲裡面 也就是你們這些所謂的 那個時候學生時代的歌手們 民歌手 把歌壇帶來 吹來了一股民歌的風氣 裡面的詞曲 曲材都相當優雅 謝謝 有好多歌經過你的唱紅 到現在還有人翻唱 對啊 我的歌翻唱的 其實比例也不太多啦 因為是難唱 因為你的歌高難度 還好啦 不過我是覺得說 像民歌時期的歌 就比較多人翻唱 然後也會讓大家有很多回憶 我最近常常有一些場合 在上一些大型的演唱會 唱一些像樂琴啦 或者是學樂的紀念演唱會等等 我發現大家都好像 在聽這些歌曲的時候 好像走進時光隧道 對 對 有的時候不管他是不是在 沉醉上眼神呆滯 其實他根本就在 就像妳講了 已經回味太多東西了 對 可能就像小哥 妳剛才會想到很多 當年的畫面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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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還有一點感傷 在聽妳的節奏 在排練的時候 為什麼感傷 說不出來 以及我們現場一位資深的記者 他也說 哎呀 你的感覺跟我一樣 我們在一溝通的時候 所以歌曲給人在時光的日子裡 可以留下這樣多不同的感觸 不過妳始終跟音樂 一直都還是在 很密切的在接觸當中 沒有脫離關係 對 對 好多歌手 他們畢竟在宣傳的時候 一定要過妳這一關 還好啦 我訪問過你耶 對 對 對 費玉清真的很有趣 你知道嗎 因為平常在節目上面 她講笑話 模仿 都很棒對不對 可是一上廣播節目 我就有一個題目給她說 費玉清 妳來談一談妳的心路歷程 唉唷 光這一句就把我問考島了 我記得耽誤妳那半天的時間 大概錄了有兩個小時 不只好像四個小時 只要錄個三分鐘的心路歷程 然後想說 好 妳可以解釋給她聽 是這樣 這樣 這樣 然後一進去錄音的時候 唉 這個題目真的很深耶 很深嗎 奇怪 這是答不出來 其實那天我可以感受到 妳是給我嗆死 妳說我剛才就不用問妳了 費玉清 我這個錄音是時間給妳 妳這張唱片反正在妳身上打轉 妳要怎麼說它多好 妳就說好了 對啊 讓觀眾直覺了 歌曲妳自己選 自己介紹嘛 妳就在外面喝杯咖啡 結果等了四個鐘頭 我都沒錄 就錄不出來 最後那天跟妳晚洩告辭了 後來那集沒錄 害妳還交不了拆 對對對 沒錄你知道嗎 好可惜喔 因為很想介紹費玉清 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歌曲的介紹 就在那個當時 我才發現這個正宜 原來她一個人 就是屬於這個單槍匹馬 一個人在錄音室這個室裡面 我才發現你們口若懸河 真的嗎 在沒有對象或是單彈之下 一個人單獨跟觀眾 會太厲害了 今天來妳要怎麼訪問我 為什麼變成我訪問妳了 我真的不敢再問了 四個鐘頭 夠不夠 我真的感覺妳們的這個 口條 口纏 沒有 其實像費玉清唱歌一樣 一直到現在 每一首歌聽到 都讓我們心坎裡面 非常的感動這樣 謝謝 心懸震撼 今天我們還有機會合唱 待會兒 待會兒 再度的能在這個螢光幕上 看到妳啊 這是我們的福氣 有一些老友相逢 會格外的親切 好像來上您的節目 很容易遇到老友 是 剛才 都看到了失笑 對 看咬看妳握手的時候 手的出力 我就不見了 我們有革命情感啊 是 都是民歌時代的 可以說各種的翹楚 還好 謝謝 那麼在這個投入廣播以後 這個個人倒是遠離了 這個所謂的專輯唱片 以歌手的姿態 在這個期間呢 看了妳這個 大家從聽眾 從空中啊 了解到您的成長跟近況 也在這個期間 自己也走向了家庭 對 這個角色也換成母親了 你的眼神打涼的怪怪 我就是在打涼 這麼小的個兒 怎麼裝得進去雙胞胎 這些 所以 人類可以製造很多不可能 很偉大的事情 說說看 做雙胞胎這樣的母親 承載量或是體重 承載量 你以為我是船 會不會比別人來得吃力一點 當然啦 對啊 因為一個小朋友 雙胞胎 對啊 你平常看一個孕婦就很辛苦 裡面是放兩個一樣大的 是 你就要想想那個 巨大的程度跟那個體重的負擔 不 心態上會不會覺得 唉唷 別人一次生一個 我在期待是雙胞 其實生的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在懷孕的時候非常開心 哇 一次生兩個 那一次就解決了嗎 事情沒那麼好 就是生出來之後 兩個同時哭啊 同時吵啊 那怎麼辦呢 也是雙份的這種壓力 對... 不過 剛剛看妳的身材 雙手放下 這個小孩的這個 討厭嘛 一定吃得飽 不要鬧啦 妳的身材還不錯 人體的構造 也是很微妙的 有的時候 也許大而無當 哇 這個也... 大而無當 不用說那妳也是用牛股 來會放嗎 其實我們用這個 正常的這種衛生教育的觀念來說 也是有一個階段 其實母乳 對 是對寶寶來講比較好 因為它裡面有抗體 所以呢 雖然 重看不重用 但是能有多少就多少 已經盡力了 對...盡力了 不要開玩笑 這個... 生了孩子以後呢 這個... 這個人生的心態上也會改變吧 會啊 會啊 有很多人說做了父母 或是有的人做了爸爸 才感覺到 以前年輕的時候頂嘴各方面 對... 這妳也有體會嗎 有體會啊 尤其是孩子出生的那一剎那 我覺得最想念我的媽媽 哇 馬上就想到 對 就想覺得說 我們這麼辛苦的 在這個十月懷胎 生出來那一剎那 那種興奮跟喜悅 你是自然生產還是剖腹 兩個 有點難 自然生產 自然啊 有點難 對 所以必須要剖腹 因為他們的那個位置上下 這個很妙啦 那有沒有交代他們醫護人員說 一定要順序不要搞錯 我們才知道誰是稱哥哥 或者稱弟弟 誰稱姐姐妹妹 這個順序有沒有 也要他們注意的 有沒有再三的叮嚀他們 不用叮嚀啊 我覺得這是一種自然啊 就是... 就是一擺 擺錯 擺錯 把這個當老大了 其實他是第二個出來 第一個是老大是那一個 其實沒有關係 我不是很講究這些事情 我覺得自然就好 第一個出來他就是哥哥 那名字有沒有 做父母的也是想很久 差不多在育產期前幾個月就在想 有啊 因為本來我在 我是雙胞胎 所以他們在那個 懷孕的時候其實很擠 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醫生一直跟我說是一男一女 哇那更高興 對 然後呢我很多東西都買粉紅色的啊 然後孩子的名字也取好了 就一生出來 兩個男的 全部都懶了 所以名字全部重取啊 重新來了 還有一個得用粉紅色的 這個婚姻呢 也沒看過整個格外的報導 今天面對面就多聊聊了 好啊 還是那個先生嗎 十年沒換了 謝謝 怎麼這麼問人家的啦 難怪我們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 難怪人家會說你們演藝圈喔 怎麼樣怎麼樣啊 所以是不由得 我們自然就會稍微問一下 那是幸福美滿嗎 嗯 幸福美滿我們不敢講 但是我覺得平淡的日子過得還好 嗯 那麼現在請教你一下 你的口條這麼好 一定表達你的看法跟想法 說到夫妻間啊 前面的愛情的浪漫感到了結婚以後 怎麼樣維護夫妻間的那種 精神快樂上面那種品質呢 要維持精神上的品質 譬如說美感啊 或是脾氣上的這種互相的退讓啊 等等這就是品質啊 嗯 我覺得說真的很難 這個世界上面很難有兩個人是完全合適的 可能你是獨擋一面的一個人 在外面工作 你可能會比較只是揮她 那會不會這樣 為什麼你們都有這種錯覺的 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我看起來好像很兇胖 我看了你在錄音室裡 這個倒過去 沒有啦 倒過來倒過去 我都跟你說 可不可以請你錄一段心路歷程啊 並沒有強勢的這樣 沒有啊 當然沒有啊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品質 那你都扮演什麼角色 意見不合 還是 或是說大家相左的時候 我們兩個還算好 就是我覺得年紀如果太輕的話 也許沒有辦法很容易相處 可是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在面對對方的時候 因為很多的東西都可以接受了 所以也可以退讓啊 所以有的時候他退一步 有的時候我退一步嘛 嗯 那麼有了孩子以後也有人說愛情就會分散了一半 情調方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怎麼樣 我倒不覺得耶 我覺得我們是在懷孕的時候 再談了一次戀愛 哎呦 這樣子 這怎麼解釋呢 就是因為有小孩子的 要準備誕生的時候 譬如說兩個人是兩個個體對不對 結婚了以後雖然是夫妻 可是他們中間沒有血緣關係 可是有孩子出生了以後 孩子串聯了你們的血緣 哦 所以你們就格外的關心對方 反而那時候更體會對方的愛 就再談了一次戀愛啊 欸 欸這個很奧妙 對啊對啊 有意思有意思 很難想像啊 結婚來講到目前你覺得在選擇題上 好跟不好怎麼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也不一定 這也是一個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 你結婚或者不結婚 不過是個選擇 但是沒有什麼好什麼壞 只是自己過程的體會 哦 過程的體會 實在是 我還是講不過他 他是廣播人 沒有啦 然後 是不是請您談一談心路歷程 今天請到你 我們知道好多的旋律 我們都要等著一下慢慢的聆聽 小雨來的正是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在東王西餐廳登台的時候 對啊 我記得你並沒有打扮 連耳環都沒戴 跟現在差不多吧 不 那個時候叫做 現在你也是保持這個作風 我也是不戴耳環 也不戴什麼花俏的東西 然後就是這個很簡單的 這個剪裁很簡單的禮服 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時候 唱到小雨來的正是時候 第二段 你把一個自動傘打開 啪 是自動傘啊 我真的用打自動傘啊 舞群最後唱一唱 遞了一把傘給你 你就抓起這個傘 第二個肩奏褲 一開的時候 上面這種設計的還不錯 那個時候那個舞台 馬上是雨就 哇 淋下來 對 我好感動 那個畫面到現在 很少有像這樣舞台上 西餐廳 大家都是以營業為主 這個可以見到 那個業者 對你那個時候的歌 就特別看好 對 覺得你的歌 可以這樣子來包裝 所以到現在 我腦海中記憶深刻 我記得那一次 是不是還有羊啊 還有人牽的羊 對啊 那牽羊的人不是飛哥嗎 我還擠羊 所以你看看 我對你的多麼熟悉 今天其實能跟小哥同台 也是我的榮幸 我覺得 每一次在台下看你唱歌 也是覺得 哦 賞心悅目 心情非常的舒暢 好 實在太會說話了 真的 接下來我們要聽你帶來 另外一首歌請 好 那麼接下來帶來是 《天堂》 那這首歌是我比較好奇的作品 其實唱完這首歌之後 我就等於戰別歌壇了 有一點是對我的歌迷 說一個珍重的意思 你的這個音色 這個抖音的時候 跟別人不一樣 我覺得 這好像是我的特色 特色 對 還有高音的時候 你的力道很棒 還好吧 我覺得這個 像這個每個人唱歌 會有一種很特別的那個韻味 你知道嗎 就是你也許聽到 他唱這首歌 你就知道這是他的聲音 是 是 是 我記得你還唱過一首歌 叫《響飛》 對 哒哒哒哒哒的日子飄落 對 我們一個朋友叫陳美鳳 也唱過這個歌 哦 真的嗎 跟他作秀的時候 陳美鳳說 我說陳美鳳這是名歌耶 美鳳姐唱過這個歌 好聽就好聽 我也是唱啊 作秀 但他穿的是夏威夷裝 比較涼爽嘛 夏威夷裝唱響飛 我大家都忘記聽這個歌曲 結果呢 身材實在太美了 對 身材實在太美了 就我實在沒有辦法 跟美鳳姐比 所以我就發現在 唱這種抒情歌的時候 你也採用了就是說 裡面什麼其他的動作 也是很投入在唱 我是雕像歌手 已經很有名了 好 就是廣播 有很多人說 這個裡面是我們沒有做過廣播的人 無法體會的 嗯 就是很直接 對 你以為聲音從空中傳出去 其實你才發現 你們的聽眾比我們還多 其實我們媒體的影響力真的非常大 好 那尤其是這個廣播出去的時候 它是沒有畫面 完全要聲音來傳遞 那往往很多的人就會覺得 聽到他講話 會覺得好像在跟自己說話 嗯 這樣的一種心情 所以呢 我們常常也都是對著麥克風的時候 也要想像對面有很多很多人在聽 但是回想好像就 就剛剛講的 可能比在目前的歌手還要來的不一樣 對 信件還是直接到門口等你們 有的時候 也會有這種人 有有有 也有 不過我覺得它很多的影響力是隱性的 就是 它平常在聽節目 它會受到一些 我說的話 或是我播的歌的影響 可是它們不見得會寫信給你 那在某些特定的時刻就會出現了 譬如說 你知道你生產就有人提的雞啊 你在門口 在趕快跟他們 這有可能 我是這樣猜 搞不好真有 還好啦 藥方什麼 大家跑身體 我倒是覺得說 好比說 我們的十周年啦 或者是說 像最近啊 很多的聽眾就在 就是報紙上有寫過一篇 就是說 我開玩笑講了一句話說 如果有三萬人連續 我就出唱片 就來了 結果好多的聽眾都來支持你這樣 信仰寫答案 我也要來一封 真的嗎 真的 太好聽了 這怎麼講 就像我剛開始 跟你一進來前面講的訪問 講不出來 這些旋律啊 反正我們聽的就是很舒服 然後也是這樣講 剛剛有感嘆時光的這個視區了 而且再回憶到現在流行的歌 我們有一點實在是有點格格不入 他們信仰的表達 你自己在常常播放音樂 覺得以前的歌跟現在的歌 你也有你的看法吧 有啊 其實我覺得真正的好歌 就是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真實的心情的創作 所以你還是在很多的專輯裡面找 雖然有大部分的歌聽起來都很像 可是你也可以在裡面找得到一些有真實的聲音 有很誠懇的感覺 說了說了說了 剛剛你那個雖然是曾經在節目中的玩笑話 這三萬人的那種可能真的連署就成功了 其實真的剛開始是個玩笑話 結果我發現所有的聽眾都比我認真 真的有那天的話 也來一張票給我們 讓我們去現場陶醉一下 票啊 還有票啊 你要先連署啊 我們現在要是那種有競選總統的氣勢 這真的是開玩笑的啦 不過我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說很多人想念我的聲音 這也是讓我覺得非常欣慰的事情 哎呀 真是 你這種喉嚨啊 真的是奇蹟了 這麼多年根本 你可能醃酒都不來的 可是我覺得你的喉嚨也很讓人不可思議啊 我就是沒什麼抽菸喝酒 為什麼你這麼多年 還是覺得你的聲音都沒有變呢 也會這樣子啊 對啊 公為來公為去 我覺得二十年前的聲音都沒有變 哎呀 真的 那我只要 長相也沒變 各位想聽的 我只要三千人連署 你好 三千二五大嫂 我以為參見太厚了 很少看到你這麼規矩還叫大嫂 對啊 我說楊兄啊 哎呦 怎麼樣 如果想起他們的奶頭 不是 萊姆 來 他們奶頭 你可能就會退避三四 是 他們奶頭 不是 他們萊姆 我看你們是欠揍了 先介紹這位臉型跟我一樣大大的這個 真的 浮壁很痛 浮屑很痛 好像妳是賀一航 她是 這樣子嗎 怎麼樣 我就比較大 沒有 她的大得漂亮 我跟你講 她呢 她是誰妳知道的 她是誰 大白河 她的紅色 喔 新生 曾經是樹林分局的分局長 現在是 交通大隊第六隊的大隊長 一隊長的夫人來跟他 一隊長啦 五隊長啦 她也開車 沒打紅用丁 叫她人家抓到 我跟妳講 事情就大條了 現在她人家說大隊長要踹五號 還抓這種打紅用丁 會咀嚓 但是剛剛她人家咀嚓的時候 只要說 我跟妳母親這樣 她不跟我們噴 她又用輸了 所以我們在地大百合是要客氣 小百合我們就不用客氣就對了 好 這樣就大條 好 她的紅色就是烈書協鎮 S 學長 好 學長 好 你知道嗎 一個對長夫人 一個是律師夫人 開玩笑 好 她現在又 一樣 已經退休了 所以說 現在對她比較沒力 沒關係 還沒退休了 你比較小力 我告訴你 她們兩位的那種聲音 我真的是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聽過任何的那種搭檔聲音 比她們好聽的 謝謝 她們的那種聲望 就好像日本的恰克飛鳥 就像美國的奧斯蒙兄妹 就好像這個 不是 你如果講兩個 其實就很夠了 你講下去自己講不下去 你講什麼都帶領的 就像大陸的這個傻瓜瑜的丫頭 你這樣說吃不下去 比較借了 比較長起來 可是兩位真的 因為大小百合還引起這個效應 後來很多歌壇很多都用大小來形容 大小 大小 南方 對 還有大S 小S 大餅 小餅 對不對 最近唱片公司跟我跟楊凡頻頻接觸 我們兩個準備好好的也要做一張唱片 希望我們兩個能合作 也做一個組合 也以大小為做明明 老闆希望說大帥哥以小笨蛋 所以等一下是大帥哥小帥哥 等一下 誰是大帥哥 大帥哥是誰 對 誰是大帥哥 老闆說我比較適合 我就是小笨蛋 可能很多人會抗議 小笨蛋不好嗎 那我們用四個字好了 大條與小條 我看是大鵰跟小鵰好不好 這也不錯 對啊 這樣說過不是大鵰的 跟唱片公司老闆建議一下大鵰 那我還是小鵰啊 小鵰有什麼不好 小鵰是可愛啊 大鵰是雄壯 小鵰是可愛啊 那我比較適合可愛的 對 但是你還是比較喜歡大鵰 只要不要活鳥就好了 可是兩位也合作這麼久 真的有沒有曾經想要單飛 沒有 想要單飛是沒有啦 不敢啦 因為飛不起來嗎 只有萬家 太大隻飛不起來 是 你的時候沒大隻啦 那個時候只有吵架就想單飛 吵過最厲害 不是 吵架不是想單飛 是不得不單飛 不想合作了這樣子 其實我認識他們大概有二十幾年 對啊 二十幾年 但是我想把他們兩個拆開的話 不想會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拆拆看 跟兩位屬於那種巨星 就是各個別演唱的話 你們可以示意嗎 比方說跟 什麼巨星 楊帆 那位舒服斯大楊帆 你們兩個沒禮貌耶 笑探子 對 是巨星 還有港台 港台載藝歸國的洪星賀一航 像台北上的 不是說我不承認你是巨星 而是說讓人家巨星 自己說我是巨星的啦 對 我不是巨星啊 這樣啊 我是港台的 在意回國這樣而已 真的啊 失敬失敬 最近做這個節目之後 賀大哥突然對這歌唱特別有興趣 很想要每一次都在節目裡面 我就跟藝人來得特別來一起合作 那是觀眾因為傳真太多了 200多人傳真過來了 那都是你自己傳的 其實他們也是很識貨 因為賀一航以前叫真心迷喜成 他是歌唱比賽出身的 對啊 但是我最近哪有 上禮拜感冒 現在哪有不太好 但是有就給觀眾送 有就要給他們唱 我唱歌不聽不聽 好嗎 我就整句這樣啦 我們看有機會 我們一對一對 譬如說我跟 看你 賀大哥 我叫你 我叫你 小百合 因為我叫你兩個小孩 頭上不著 上不著 這樣才剛好 你跟他才剛好 我跟大百合才剛好 我早也這樣想 他才是跟他洋盤倒進唱才對 不然我們現在這樣 請觀眾朋友的店 天啊 點 晚上更 倒一個蚌皮 暖腳 先點一下 先點一下 平常都已經是一首 很好聽的不朽名曲 加上大小百合之後 好像打通任督二脈 增加了一甲子公斤 真的 這個三個人的組合 就變成這個更大 更大的感覺 更大氣 所以你們三位應該來一個 遠遠山崇唱 今天這個造型也很特別 你這頭髮去哪裡弄的 我這頭髮就是這樣才 我好像跟你同一家的 我們剛剛兩個出了店 是不是 你們就感覺好 我都感覺好 你們要騎摩托車 小仔仔最搬的一搬 我上幾個禮拜 我是用洪榮紅的頭髮 那個造型比較膨一點 現在是陳昭榮 那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以前我是像五百對不對 現在就不一樣了 周杰倫 你一點都不像 對嗎 你比較像那個外媚 我姓的都很快 你姓的都很英俊 沒有 今天的造型 剛好我們兩個是一組 大小百合是一組 你是孤立的 錯 你要找一個觀眾跟你一樣 我有帶Band來 我有帶Band來 潘安邦從美國回來之後 這一年多好像都很忙碌 演唱會 又是出專輯 對對對 就是要到各地去表演嘛 對 也到大陸去發展 對 最近常常在大陸表演 聽說報紙寫說 你在大陸去表演 也拿不到工資 有一天很好笑 就是我跟彭家惠林志炫 我們從濟南坐了四個小時的車 到那個地方 從進了四區以後 兩邊全部都是公安 上勢很大 架勢很大 但是下次輕盆大雨後很大 然後到了舞台旁邊 經紀人就跟我們講說 先不要上台 因為錢還沒有拿完 還有一半的錢沒有拿 唉唷 那可是我們頭髮也要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我們現在跟賀大哥就要走了 因為我們錢都還沒拿到 那你們趕快走吧 因為我跟小百合 大小百合還可以一起主持 我們還是留一下好了 我這輩子最討厭那種私信 沒有信用的 所以說我是先借了不少啦 所以當時是有一半的錢沒拿到 所以要等到錢拿到再上場 對 不過那個製作單位也很可憐 因為他們好像很多錢都沒有付 先是音響沒有付 所以歌星上台唱不出聲音來 後來就把音響 只開一半這樣子 對 後來就把音響付掉 付掉以後就有聲音了 那樂隊又不吹了 沒有 後來燈光又沒有付 所以琪琪在台上唱歌的時候是黑的 我只聽到她聲音 琪琪來了 然後到後台一看 琪琪穿個魚 因為在下大雨 可是不上台也不行 怎麼那麼慘啊 因為她已經拿到錢了 羅碧琳曾經真的 就是拿到錢以後 看下大雨現場都沒有半個人 結果呢 還是爬上去唱 對啊 她自己拿了麥克風 就不管留一個人也好說一唱到 有沒有那麼錢 要不然要退錢啊 對啊 對啊 妳沒有上台就沒有錢啊 有那麼不要臉的女人啊 不是啦 還是腦筋聰明 到場就一定要唱 唱才會拿得到錢啊 聰明啊 對啊 他很聰明啊 帥 難怪 賀大哥有沒有拿過錢的那種 以前作秀那麼久有沒有 也有 也有過 我拿過那種芭樂票的也有 真的喔 就是那種唱完又拿到票 我們很感激這樣 回去到銀行一存完之後呢 過兩天那個小姐姐來 啊 妳的票退票 啊 退票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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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啦 算啦 那多少錢 難免啦 我覺得唱歌 都難免會拿不到錢的時候 對啦 你有遇過嗎 有啊 我跟小白也有過啊 拔拉票一跌啊 常常碰不到 有一個經紀人叫神經 你聽過嗎 神經 你知道啊 聽過 那是工地秀的 他有在嗎 我有在 希望他能夠看他對 你罵就好 沒關係 你最好把錢還給我 OK 不要記得喔 有很多場都沒有拿到錢是嗎 非常多場 哇 那可能是他真的有一檔沒一檔的包秀啦 你像早期西餐廳現在巴黎石的啊 或是太陽城 那種老闆都不是固定的那種 我們都也是一次就要簽一年了 一年十二、五個時才做十二檔 一、五個來一次 錢都把他拿下去了 老闆看到我們驚人要死了 他說讓他跳票 有這種老闆的包團 包得很奇怪 他沒有寒天也沒有什麼 他嚴重那個歌星 就叫費玉琳說 你常常來哪裡穿這樣 費玉琳又站著去 那看不是寒天啊 是人家這樣 就是黑鯉山 兄弟喔 黑鯉山 你叫三天 鯉山三天 我叫我寒天就好了 他也好 有這樣嗎 有這樣嗎 他會寒天唱 沒有 半天還OK 很瘋的 費玉琳很厲害喔 他照常唱唱一個禮拜喔 真的嗎 他太愛寒了 他也太愛寒了 我怕你唱歌 用比較多 我怕你不懂哭 才老了 這個逼腰褲 人家有一個圖 那個掛鍋 頂住是吧 頂住 其實安邦真的是很時髦 看他這個臉長得好像 很斯文很內向的樣子 可是我每次看他穿衣服 都非常的大膽 哎唷 而且還不穿內褲的 我穿啊 有嗎 其實你忘記了安邦在美國的時候 他有開服裝店 他作備啊 他對於服裝 不過如果這個節目 下一集我再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我穿內褲了 因為我中午錄一個節目 那時候有吃飽 這個低腰是在這裡 那因為晚上沒有時間吃飯 現在已經掉到這裡了 你到現在 那你宵夜的話 可能真的會掉到內褲 那你要是椰子水多喝 你那可能會掉下去 真的說演藝才五千內褲 我們知道周杰倫真的沒有穿 賀大哥也不穿 真的嗎 對 上次你講過嘛 你不要穿完 你要怎麼樣 因為我穿也很麻煩 穿太小的又很難過 穿太大的又跟老花一樣 我穿過紙內褲 早上出來晚上回去 就內褲不見了 你怎麼流汗流汗的 抓來都沒油掉了 不然你不是做一條手 你抓到的 都沒給他 這麼有皮 手你也油掉了 怎麼會跑去哪裡 其實有覺得還是要穿 欸 我也沒的啦 夾一聲我跟他抓到就沒的了 真奇怪這樣 我看你自己脫掉不懂 我周杰倫 放一條手大 真假的 你沒事情就碰一下 一口 你現在是一口大 真假的 你一口大 不能說什麼激情的小孩 碰一下 頭上也一口 不知道 所以周杰倫不可以穿就是這樣 你很久不能這樣 頭前一趟 他說的什麼 我們說真的 王才華已經沒說過 穿內褲的目的是要穿什麼 穿內褲的目的在哪裡 以防被夾到啊 穿內褲最大的目的 就是準備把它脫下來 這意思說 我一定要穿內褲就對了 沒有啦 那是一種雜米啦 怎麼會去說內褲的事啊 對啊 你怎麼不穿 這位現場的來賓朋友大家好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周志平掌聲鼓勵鼓勵 這是我們國內的兩大巨星 一個就是費玉琳 一個是周志平 一個是一清專案 一個是志平專案 是... 兩清來到現場 對啊 是... 這名字取得真好 真好啊 還好不是我被抓走 還好不是費玉琳也沒被抓走 他一清的不一樣 是 我們剛剛提到有很多 藝人 大牌的藝人 你都幫他寫過歌大 大概還有誰我們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梁朝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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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朝偉 一天一點愛戀啊 是 為情所困啊 為情所困 然後... 劉德華 我和我追逐的夢啊 然後... 黃茵茵的夢不到你 這個...還有誰 對 周華健 寂寞的眼 是 寫太多歌了 你記不太起來 好像黎明也有寫過嗎 黎明也寫過 黎明也寫過 你沒有幫凡哥寫過歌嗎 沒有耶 唉唷 哇 真是可惜啊 難怪後面賣得這麼差 我們楊凡女孩女兒完了 就再也沒有出一首好聽的歌 我一直想幫凡哥寫一首歌 可是沒有機會 真的嗎 沒有機會 因為... 那邊公司那個沒有跟我邀歌 所以我一直寫 真的 都拿不到那種歌曲 對啊 是不是還有機會再寫 應該沒機會 因為最重要是要有人買才很重要 那我們一般都了解說 嚇高的人 有很多人速度很快 我們知道像劉家昌啊 劉老師或是鄭金一一歌啊 他們寫歌平均都幾十分鐘就寫完了 我曾經聽說過 劉老師喔 劉家昌老師 寫一首歌大概五分鐘 那首歌叫梅男梅男我愛你嘛 很多歌都是五分鐘 他曾經寫給我一首歌叫楊凡嘛 他曾經就很大聲 你要好好唱 我這首歌寫得很久啊 我寫了三十分鐘 哇 棒啊 哇塞 你寫歌大概要多久 其實不一定 我最快的也有五分鐘寫完 最快五分鐘 對 有一首給胡瓜那一首 對...你依然在我心聲處 這個是你寫的啊 對... 你怎麼會把這個歌叫給他唱呢 對啊 其實他唱得還不錯 可是你沒有聽過一個故事嗎 就他唱這首歌唱完了以後 那個老闆在外面的那個錄音室的那個玻璃窗 聽完他唱這首歌 兩行熱淚 就掉下來了 哭到那個玻璃出霧氣啊 對啊 人家以為說 胡瓜就出來說 老闆你怎麼哭了 是我唱得太感動 他說不是 我聽完你唱這首歌可能要賠死了 其實他剛剛賣得還不錯 還不錯 是... 如果你看賀大哥 以賀大哥你如果想要幫他寫一首歌曲 一首而已嗎 我可以幫他寫好幾首 沒有...一首就夠了 一首啊 如果以一首歌你覺得 賀大哥應該用什麼樣的名字 才能夠一炮而紅 這個名字是大餅臉的春天 這樣 還不容易找到一個眼睛還大呢 就算 哇 真的 太貼切了 我告訴你 我有個更好的 有 寫給誰的 寫給賀大哥 賀大哥的 我真的不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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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把我打成這樣 那拍MV的時候 你是要把那個瘋 其實你的靈感 我現在想他的歌給你一首 下一個是你 不要我 是你啦 喂 如果真的要幫我寫一首歌 要寫什麼樣的歌名 米粉以倭寇 不是米粉 你是倭寇 懷念的小下巴 他沒有下巴 他有懷念的小下巴 以前有啊 以前有對不對 所以懷念啊 還有一個更好的 我現在已經長大 他還是隻小小鳥 我覺得比較好 不是 他這一說我就知道 你是說我去拉長那個東西 所以我現在已經長大 有嗎 有嗎 我不知道耶 你拉長我沒看 你拿出來看看 蛤 這個公開的場合能拿出來看嗎 你想把大家氣死啊 你老婆能看我為什麼不能看 你氣色任由啊你 什麼話呢 沒有 那個拉長是為了信心 真的啊 對啊 你如果看到我的時候 你就很想去 真的嗎 謝謝 聽你這個歌 不用多做介紹 觀眾就知道你是實力派的人 在我們印象中 你現場能力就是很棒 其實還好耶 我跟小哥比起來是差粉多粉多 那咧 這麼可惜 對 剛才前面一邊唱的時候 還拍了一些 帶來一些照片 是 就感覺人是發福了一點 唉唷 胖很多 現在是背了一個人在身上 不過你這個歌也沒退 你厲害 還是這麼厲害 唱得滿身大 尤其剛才那個觀眾 如果有唱歌今天也知道 一直反覆來的時候 第二次就比第一次更吃力 到了第三次再重複 又比第二次更吃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緊張 其實看這個 看這個 因為最近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 一天天難過 一天天度過 大環境 對 用這首歌 來跟大家互相勉勵一下 那這樣子 變你這麼一解說就更有意義了 是 是 那麼這個 平常的這個生活架構呢 就是 婚後呢 還是那一個寶寶 兩個 兩個了 一個已經比我高了 對 現在是高中一年級 幾男幾女 兩男 兩個都男 我本來生第二個的時候 到這個 到這個造超音波 造了之後呢 醫生說 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女的了 哇 心裡很高興了 真的太高興了 去買那個鵝黃色的 粉紅色的小手套 衣服 結果生出來 能不能退貨 這也是個男的 對 對 我都生三婆的很黑 真的是 一連串都是女的 這樣子好 其實女孩子好 這樣子來講 兩個男的 其實後面就更放心 更有一個空間 是 女的那更好 萬一又男的呢 已經 已經給她綁起來了 是 是 你們是 是綁自己還是 讓太太去做了一個手術 我們自己自殘 真的 唉唷 其實讓我們覺得 就有愛心的雜貌 自己來犧牲一下 待會兒再請教 做手術痛不痛 不會 而且 要不要替頓一下那個地方 希望大家趕快請 你的歌真的還是耐人尋味 說了說了 還想再聽你帶來歌曲 好 接下來會各位帶來這首歌曲 其實很多人在這個環境 大環境不是很理想的時候 大家會很想要努力 有的人甚至會想要放棄 我覺得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這個世界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只要大家堅持 美好的世界就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那結章是本身的經驗 電視機器人可能也徘徊在這條道路上 有很多人覺得說 是不是一勞勇於自己來犧牲一下 說說這個經驗好不好 這個做之前有沒有考慮一下 其實不用考慮了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說 它是傳宗借代最主要的這個器官 是 然後呢 他 這樣講也對 然後就是說 你覺得你這兩個小孩夠的話 我覺得就是為了減少這個太太的負擔 因為有很多這個 儘管說衛生套是OK的 是 可是他總是會 太太會埋怨 這也有 這也是一個講的 總是會有弄濕的地方 如果說有一天 有一個洞 就是到時候又要麻煩 對 所以有時候一個洞 他說一個洞 它有兩種結局 降落傘破口洞 就出人命了 降落傘 這個保險套破口洞 又多出一條人命 是 是 這個事情是兩極化的 後來你就選擇 那之前總是會煩惱 會不會有的人會說 萬一我們做了這個 對男性的象徵 或是男性的這方面的能力 會不會減少 你有沒有這個忽略過 這事後結果做了 並不會有這種感覺 不會不會 平常還是有做運動 其實這個能力 是因為你運動的多寡 那這個刀口大不大呢 混小混小 混小 最主要只是那一條書 經管搞出來 那只刀口一點點就好了 對 一點點就好 而且還可以正常上班 那這個 那請問一下 不由得讓我想起 人家常常送花給我們 有一種花 不知道什麼的名字 綠綠的上面還有刺 一坨一坨下 裡面灌了氣 你說那個很像 要不要剃肚那個地方 稍微剃一下 其實也 它不用大剃 忽視一下準備一個 總是要剃掉一部分 講得我出汗了 好像還有口氣在裡面 是 為什麼沒有那麼水 沒有那麼水 對 但是 一高一低什麼 是不是綁一邊就好 還是兩邊都要綁 其實兩邊 兩邊都要綁 是 那幾天拆線 其實因為現在的線都很好 不用拆了 就肉線長在一起 對 那你從此 總共你看 還不用請假 從此就可以過了 完全放心的生活 是 這個是不錯不錯 這個是皆大歡喜 太太放心了 萬一我在想 在想請教你 你也問過醫生 萬一改天我們又想要生的時候 還有我們補救的方法 現在就還可以再接起來 再接起來 對 現在最新的 我以前那個時候比較 比較就是綁起來 綁起來的 那現在是用夾子 夾住 就讓我們茶葉泡過之後 茶葉泡過之後 有一種夾子 就放在裡面 一夾就好了 隨時需要再生育的時候 打開就好了 打開就好了 那像接電線一樣 對 是 真的 這個醫學給人帶來的太多了 這種事實多麼美好 對 老師有中間做梗那種事 不過有這樣決心的男人 也真的不錯 太太也很感謝你 其實說不出來 其實這是貼貼太太一種方式 是啊 從你做完手術 她就說 以後你要什麼 我奉陪 兄王兄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是不能叫你叫小哥 是 好像大我一歲 對 小費你好 是 今天能請到你上節目 真的非常的開心 這個我們知道 前一陣子你在一個地方深造 那個叫閉關 是 這個大家都挺關心的 不過時間還咻一下子很快 又看到你再度出來了 剛好閉關9個月21天 那麼出來當天也是921 好敏感的數字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不用很關心你 他們也聽到一些好的這個 什麼很熟悉的演藝同仁 到那去看看 所以從他們的那個報導 你們都看了一下 所以你是精神 覺得在裡面相當的這個愉快 精神環化 平靜 而且 對 我們演藝圈很多朋友去看我 是… 後來我也發現到這個 現在實在是不景氣 每個人去看完我 什麼也沒留下來 人就走了 是… 他們也不問我在裡面過得好不好 是… 尤其那種錢賺得特別多人特別摳 這個好像 雨色某些某色 我直接講胡瓜就好 就來了兩串相襄 不過這怎麼講 大家可能看看你們這個 怎麼講 這個最主要的 其實只是… 只是一顆心 一顆心 他們到花蓮來看我 為什麼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觀 也是希望就是說 自己心能靜下來 可以創作一些東西 因為已經頹廢了十幾年了 所以趁這個很親近的環境當中 可以創作出很多東西 說說看在那兒這個… 可能這個生活是怎麼樣的 幾點鐘起床呢 其實… 這種經驗我們真的就沒有了 想了解一下 其實在一般監獄 就是七點鐘起床 七點起床 那麼九點半個人就要睡覺 九點… 那麼掉到外衣監獄以後是這個… 也是七點鐘起床 那麼十點鐘睡覺 那我們知道好像是 看了外國電影也有 國內電影也有 就是說不是這樣請你進來 就是吃飯睡覺 這個照的作息 好像還要做一點事 他有分配工作的 要工作 對 那麼有一些人是養豬啊 養牛啊 養鳥啊 分配的邊竹籃子還是什麼 我沒有 我是去那個… 我是分配到去那個… 打那個中國節 這可能是開玩笑 不過您… 我看您這個專長是這個什麼 演藝工作 可能應該也會有康樂文康的活動 其實在裡面就是做一些文康的工作 如果裡面像中秋節要辦那個聯歡會 我就… 我就盡量用最少的這個…金錢 因為這個找人來演的話可能很貴 我都盡量我自己上台 自己在秀一下 然後找光復鄉女青年工作大隊 來跳3D舞蹈 是… 不過在那裡面我知道 你有一把吉他在手 那是馬上就達到娛樂的功能 你的歌又多啊 尤其是像這些勤務做完了 或者夜深人靜 自己呢 應該會有感觸良多 剛開始的時候你會睡不著覺 睡不著 因為想到跟家人會分離那麼久 那麼事情的前前後你都會去想 然後去反省 那麼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是在一坪半的房間 大概四個人睡覺 非常擠 吃喝拉撒通通在裡面 我去的第二天 我有一天晚上就突然間 有那個衝動一下 就衝撞那個鐵門 好想是喘出去喘口氣 後來發現我有五十間了 我就算了 你轉變了六十或八十間更慘 不是 如果這個您出來了以後 我們就感覺到說 怎麼講 又回到了我們這個大家庭裡來 這個 也不知道怎麼來說 我們也看過你在別的節目裡 當然也提到一些怎麼講 那種回味啊 實在是不堪回味 不太想去 有的時候說到激動之處呢 對家人或友情 或是在那種曾經那種激動之下的後悔啊 都是有很多的這種 講不出來的握緊拳頭那種感覺 其實我這一次禁區關 我不覺得他丟臉 因為我是逼到牆角防衛過當 那麼我也把我自己的字 詮釋成在劫難逃 因禍得福 這樣子的話 我的心裡會非常好過 這個人在沒有在落難的時候 感覺不出來親情的偉大 跟友情的可貴 是是是 我知道這個 那太太常去看你 太太她不只來看我 她還陪我住 所以我在裡面不會非常的寂寞無聊 因為我們到了外衣間以後 家人每一個月可以升級去住一個禮拜 住一個星期 對 那麼那邊有像所謂的親屬家眷來招待的地方嗎 住搜 有 那邊都有這個小套房 兩房一廳 還有廚具 所以我都希望我的朋友 如果不信犯了法的話 到花蓮去關 真的不錯 我這種笑容你也知道 可能又一說到套房又要追問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也 那現在怎麼講 從這個角度看也發現 他也蠻怎麼講 注重到人權的 對 有時候 也不是什麼淘天大罪的 這個親人來看的話 總是都要照顧照顧 這是陰境 陰境的乙物 是 就是夫妻之間陰境的乙物 陰境的乙物 是不是 跟你講話有點累 反應比較慢 是 這個還不錯 很有這樣的服務性 那也好 那他可不可以在那 也有一個小廚房 做一些你想吃的事 有 有 有 太太們可以出去買菜 然後大家幾個同學的家庭晚上 就是你們家出一道菜 我們家出一道菜 大家坐在外面吃 這是不錯 我想記得這個 不會讓夫妻感情 可能是更艱難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現在不喝酒了 如果不喝酒的人 你在外面跟人家應酬的話 你看到人家喝酒 喝得那樣醉 你會覺得自己會 坐不住 跨過這個時代 然後你就會很想 早點回家 喔 連酒也戒了 不是戒了 是因為 再喝下去可能要死人了 是 我是因為怕死 老的老 小的小 現在走就不上道了 對 而且要注意這個肝功能 也不是肝 因為胃破了一個洞 那更不能喝酒了 這次出來看你還瘦了一圈 瘦了六公斤 現在時下要去減肥中心 還得花錢 你這個是正好 就保持這樣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願望 就是如果有一些財團 願意資助我的話 我願意在花蓮開一個叫 監獄減肥中心 所有的胖子 全部抓來關三個月 出去保證瘦 至今來講 自己紀錄中 灌了多少唱片 大概五張專輯 三張選集吧 就這麼一點 每一首紅的跟很結實 我剛剛就講 我一直想灌得很密集 結果老闆逃的逃死的死 灌的關 但是 每一首歌的 好像不可以說 非常脆 你還能跟你比 就輸很多 謝謝 我們國家就是因為你而強壯 說到這個王孟靈 我們跟你比 有很多的怎麼講 你有很大的財富 我就是看了你一些子女們 都相當的優秀 我們就覺得望成莫及 我寧願是你 沒有子女 財富一大堆 這樣子 我現在有三個小孩 沒有財富有個屁用 不過這個 臨時在開玩笑 我是講真的 是真的嗎 所以這個怎麼講 在門外的人想往裡頭走 在門裡的人想往外跑 其實我覺得 你跟張飛兩個 張飛比較幸運 因為你沒孩子嘛 是… 萬一哪天怎麼樣 她的兩個小孩全繼承了 你看 多謝啊 哪也這麼容易 我準備大概將近70的時候 花的只剩一個小套房 說得你那個子女們 她的女兒啊 這個長得也非常的窩心 因為像自己嘛 對 像自己這非常糟糕 對 通通像她 這就是怎麼講 這遺傳的軟色體各方面 都是這樣講得很有意思 通通像自己 這個長得像我的臉 倒還沒有關係 身材要是超越我那時候 很糟糕 欸 不過她們小兒子 胖嘟嘟黏滾滾滾 現在這個到了少女的時候 就自然 愛美的心就會自己這個 控制 我一直希望她們要 現在談戀愛 因為已經22歲的 還有另外一個19歲 你如果不愛一個人啊 是 如果不愛一個人 她會繼續地胖下去 好 愛上一個人的話 她可能為了她 而把自己身體收下來 你看 你剛才講 像王美玲差我 我比你小一歲而已 女兒都22歲 這就是我剛講的財富啊 太好了 那時候也是因為自己想不開了 所以才結婚啊 因為我是在家裡獨自 所以講 早點讓我爸媽抱個孫子 這是歷久迷奸啊 你們夫妻兩個 算來20多年的婚姻 其實認識到現在25年了 我覺得夫妻之間 現在不是談愛不愛 那種感情是非常的迷奸 真正的感情 我覺得最羨慕的 就是那種老來伴 老來的伴 對 本來她們中途 兩個脾氣也滿倔強 這也不是新聞了 聊一聊 中途兩個人還要火大 就蓋個這樣來個分手 可是後來小女兒生病的時候 這個時候 要吵得要見爸爸 她要帶來看看你 謝謝你替我解釋 你的小孩要看看你 做母親的也不能自私 那你爸爸在那 爸爸發燒抱一抱 結果那天晚上 太太就看你們這個婦女相聚 她就在那裡留了一夜 結果晚上她又爬過去了 我來看她 我來看她 剛剛怎麼解釋 你自己我解釋 所以都不會解釋到什麼 太太想 只是滿足小朋友 就回家了 過了一個多月 太太來找她了 你還記得一個月前那一天嗎 想不到她就不來了 終於第三個女兒又來了 這就是怎麼講 這就是有緣 緣定三生 是 不過你們就是 你也是算是 外號叫百發百中 再次有什麼 出來跟歌壇 再接觸 我們還真的等待一些 看看你的心聲 它真的是一個很 很奇妙的 不要說從商業取角 如果有出書 我真的會買一本看看 你的出了唱片 我們也可以聽聽看 你字體行間的心聲 如果說你只有買一本的話 我寧願講給你聽就算了 就這樣子 真的 都賣你一本 把我垮死掉了 真的 是 因為我想很可能會有興趣 那麼在節目中 剛好看了一個 接了下來帶來這首歌 這個歌我覺得有點陌生 是不是就是在這個期間 自己的一種心得跟感想 對 我寫了一首歌叫 《英雄人在》 我是鼓勵所有的受刑人 那麼出了監獄以後 或者在假事期間 不要自怨自哀 那麼還是 要把這個 未來的生涯規劃好 出去以後 我們還是英雄好漢一條 所以 要把這個 未來的生涯規劃好 出去以後 我們還是英雄好漢一條 所以這個歌名叫《英雄好漢》 《英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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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欣賞一下吧 我在旁邊 好好地聆聽一下這個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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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不過這一次 你是出來 有很多人在起這個什麼講 不能說是期待 不是 不是 我講了寶輝還是 有獎勵 這一次吧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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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我收尾巴 一定要收一下 這一次 不是 我老實講這一次 好像他好幾次 我總覺得我語中有語病 剛剛還講 你每一次出來 我第一次就出鼻子 你每一次出來 注意看 OK 可以 好 好 再來 OK 好 4 3 2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王大哥 我稱你一聲大一歲嘛 對不對 說到王大哥這一生的經歷 當然後面還有很長的日子要活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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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孫的那個話 頭尾帶了很遠 好 我開始 他已經成功了 對 很難 你 其實